大家好,我是母子風雲,歡迎來到舊開箱系列 那為什麼是舊呢?因為我不會一直買新的東西 所以一直開箱新的東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買了然後使用一段時間的產品 也順便說說我對這些產品的使用心得 會在資訊欄中放各個時間點 那大家不想從頭看到底的話就去點那些時間初期來看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今天要說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電競鍵盤 耀躍的波塞盾 呂之尊 這把鍵盤是我在2015年所買的鍵盤 先來說說當初為什麼我會買這把鍵盤好了 2015年是我對電競產品產生興趣跟好奇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知道像是PC Party或是日本橋這些 有很多電競鍵盤可以試打的地方 唯一知道的就是電競產品的專賣店 也就是高雄的耀躍專賣店了 而它當時主要賣的電競產品就是波塞盾的系列 那波塞盾當初又分成了單色背光的版本 RGB背光版本 還有我現在這一把波塞盾 呂之尊的版本 價格上也有很大的落差 單色背光的波塞盾版本價格大概一把兩千多塊 然後RGB的版本貴一點點三千多塊 那這兩個算是常見的電競鍵盤的基本價格啦 那我這一把波塞盾呂之尊就不太一樣了 它這把價格是4490 各位沒有看錯是4490 就算是現在美國有基本收入的我 也不會很輕易的下手這個價格的東西呢 那為什麼我當時會買齁 當時的我就想說一把電競鍵盤一買至少用個十年 買貴一點點的放長遠來看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啦 而且當初看了之後也覺得這把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就真的下手買了 殊不知在這五年之內我因為各種因素又買了好幾把鍵盤了 讓我們回來看一下這把鍵盤好了 這把鍵盤除了標準的100% 104鍵之外 左右這兩邊它都多了五個巨鍵 所以總共有十個巨鍵 可以搭配它的軟體來去進行設定 那所以它是總共114鍵的鍵盤 接下來我們來看鍵盤本身的設計 那你可以看到正面整體都是像這一種的金屬鋁板 那這也是一種它被稱之為理之尊的原因 同時這上面還有你看這個細細的髮絲紋 那非常的漂亮 這也是當初打正我的其中一個要素啦 而它的右上角這邊就是它一個很大大的廠牌的藥樂的logo 那也因為它特別長的關係 所以普通的背包根本裝不下 那我說的背包當中唯一可以裝下這把鍵盤的 就只有藥樂它自己出的背包 然後這把這個背包叫做Battle Dragon Bag 那這個也是我現在每天上下班所主要使用的背包的 沒記錯的話這個背包它現在已經停產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它鍵盤的前面 鍵盤前面有兩個USB孔 那你可以在這上面接像是滑鼠啦 或者是你的USB隨身碟 那這邊可以插上你的耳機跟你的麥克風 那像這樣子的使用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設計 讓你可以把一把鍵盤 這把鍵盤 這把鍵盤接在主機上面之後 滑鼠接這裡 耳麥接這裡 那就可以解決你的線都不用拉到很遠的問題了 而它鍵盤的線材是像這種分離式的線材 比如說你的鍵盤跟你的這條線是可以分開去處理的 同時它上面這種是編織線 不過這種編織線比較硬一點 那鍵盤的底部你可以看到它同時做了三個溝槽 從這裡折得出去的後 從左邊跟右邊 可以讓你看你說覺得線從哪邊走比較方便 你就可以從哪邊走 最後是我這五年的使用心得 這把鍵盤本身很大也很重 如果固定放在家裡的話是沒什麼問題啦 但是你使用外出攜帶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打起來的手感算是相當的不錯 直到我用了缺率輕軸之後 相較之下就覺得還是缺率輕軸會比較好一點 鍵盤前面的USB孔跟耳機麥克風接孔 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也很實用 但是我常常忘記鍵盤上就可以接 而且跑去接電腦上面的 那4490的這個價格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有點高 這也是我目前花過最多錢的一把鍵盤了 至於推薦的話 其實不太重要 因為現在你已經買不到這把鍵盤了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喔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到臉書粉絲專頁按讚跟到Twitter追蹤我喔 下次再來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產品 下次的產品應該就還是有賣的了 大家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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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賞 再見 latent ского